歡迎收看Price Weekly 我們一齊看下今週最熱門的科技新聞 如果不想錯過我們的新片 就快點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按旁邊的鐘 我們Price除了提供不同的格價資訊 給大家買東西前做足功課 網購平台更方便大家 提供過千款自帶產品 無論是數碼產品、生活家品 還是飲飲食食 Price網購都可以滿足到你 現在還有機會給大家省多些 由即日起直到9月14日 Price會員只要在網站或手機APP 進入Price網購平台 在單一商戶消費滿港幣1000元 埋單時用百達通或百達通銀包給錢 再輸入優惠碼OCT50 就立刻可以再減50元 優惠名額只得1000個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每位會員只限享用優惠一次 還想? 當然是一邊看這段影片 一邊拿起手機購買吧 這個7月 不同品牌都爭著發佈他們的摺機新作 以繼Moto、Samsung和Honor之後 今個星期就到小米了 小米昨晚在北京舉行全球發佈會 正式發佈他們新一代Mix系列旗艦摺機 其中已經推出到第四代的大摺Mix Fold 4 機身厚度只得9.47mm 雖然未夠早前Honor發表的Magic Re 3 9.2mm按摩 但仍然是一部相當簽考的大摺機 其他規格方面 小米Mix Fold 4就搭載了Snapdragon X-Gen3處理器 支援雙向衛星通訊 有5,100mAh電池容量 支援67W有線快充和50W無線充電 另外機身也支援iPS8防水 螢幕方面 Mix Fold 4內外螢幕都採用了120Hz更新率的LTPO螢幕 螢幕尺寸分別是7.98吋和6.56吋 教練部分採用了超高強度鋼材物料 據說可以反覆摺跌50萬次 作為旗艦小米機種 Mix Fold 4的相機鏡頭自然堆足硬件規格 加入Leica加持的4鏡頭 除了主鏡和旗艦機同款的 5,000萬像素光影獵人CMOS 5,000萬像素長焦鏡 亦同樣採用了在小米14系列上 大受好評的浮動長焦設計 可以拍攝相當不錯的微距影像 小米Mix Fold 4有12-256GB 16加512GB同為16加1TB 三個版本 價錢由$8,999人民幣起 無論是機身厚度和重量 效能和拍攝方面 都有能力和Samsung Galaxy Z Fold 6 Honor Magic V3一戰 不過可惜的是 Mix Fold 4現階段都只會在國內推出 但各位米粉都不需要失望 因為同場公佈的另一部小米接機 Mix Flip就說明會在香港上市 Mix Flip是小米首款細節機 這部新品著重打機和攝影 處理晶片選擇依然是旗艦級別的 Snapdragon X Gen 3 後置5,000萬像素雙鏡頭 其中一個就是兩倍變焦的人像鏡 而且一樣找來拉卡合作 在機內可以用到小米旗艦機的 拉卡大絲影像拍攝模式 可以還原更多人像細節 螢幕方面也是Mix Flip的另一個賣點 它是首部內外螢幕 都擁有同樣像素密度的摺疊手機 除了6.600吋1-120Hz 自適應更新率的LTPO摺疊主螢幕 Mix Flip的外螢幕 就用了4.01吋的全螢幕 顯示面積相當大之外 據說還可以在上面直接用到手機裡的Apps 就算不打開機都可以做到很多日常操作 Mix Flip內置電池容量達到4780mAh 在細節機來說電量相當大 續航力表現預計會相當不錯 同時它亦支援小米的67W快叉 據悉小米Mix Flip香港版本 會與中國內地版本一起即日開放預售 7月26日正式發售 提供12加512GB一個版本 售價是$7699 以小米出品來說 其實都不算便宜 想知道它對比今年的接機 例如是Samsung Galaxy Z5 6有甚麼優劣之處 就要留意我們下星期上載的新片 雖然高階的旗艦手機一直都很受人關注 不過對於不追求性能 又或者是拿來做備用機的朋友 其實普通的中階機都很夠用 而OnePlus最近正式推出了一款新的中階機 OnePlus Note 4 它用了6.74吋 120Hz更新率 解像到1240p的AMOLED螢幕 CPU就用中階的Snapdragon 7 Plus Gen3 後置雙鏡頭分別是5000萬像素的主鏡頭 和800萬的超廣角鏡 而前置就是1600萬像素 自從iPhone 8轉用玻璃底面機身後 這種設計在市場上真的比較罕見 一體成型金屬機身 防護性耐用度其實會相對高些 但就可能對於接收造成影響 所以OnePlus The Viewbond Note 4用了全新天線設計 來避免接收信號不良的情況 另外它也有些AI功能可以給我們用 例如合照感 如果有人不小心合上眼 就可以透過AI Group 3 來抹帶他們的眼 不用再拍過了 它支援5500mAh 100W快叉 不過快叉火牛就要另外買才行 價錢方面 印度市場的價格最為吸引 唯起港幣只是2800元 不過香港有沒有行貨出 暫時都是未知之數 如果到時可以買這個價 相信都會吸引不少人入手 OnePlus在今次的發佈會當中 除了帶來Note 4這部便宜價手機 亦同場發表了另一件吸引新品 OnePlus Pad 2 其中一個賣點是國際市場 第一部加入Qualcomm SX Gen 3 處理晶片的Android平板 對比上一代用天璣9000 都算是一個頗吸引的提升 除了處理能力有所提升 OnePlus Pad 2又配備12.1吋 IPS LCD 螢幕 解像度達3000x2120像素 刷新率高達144Hz 同時機身上的喇叭又加到6個 影音輸出都有著不錯的水平 OnePlus Pad 2 採用鋁合金一體成型外殼設計 厚度是6.49mm 重584g 在12吋的同級機種來說 流動性算是中規中矩 OnePlus Pad 2 平板本身的功能不算很特別 但今代新升級的專用手寫筆 Style 2 就真是值得說說 OnePlus在這支筆上明顯給了不少心機 不單是升級支援16000個層級的壓力感應 還採用了可以改善手感的仿皮革壓把設計 最重要是加入震動筆尖功能 讓用戶在書寫的時候 可以得到類似普通紙筆的觸感 如果買OnePlus Pad 2 你的紙筆應該都是必買配件之一 OnePlus Pad 2 今個月會在國外正式發售 12加256GB版本開售價是$550美金 即是大約港幣4300元 另外Style 2 手寫筆售價是$100美金 為大約$780港幣 兩樣東西加起來大約$5000都不算是很貴 但需要留意的是 它同樣未知會不會在香港上市 有興趣的朋友就要留意我們的更新 今個星期除了OnePlus Note 4 還有另一部售價都不算很貴的中階機發表 就是HMD推出的Skyline 首輯Nokia品牌的HMD Global 在稍早前已經預告過 今年將會推出幾部自家品牌的HMD智能手機 而Nokia的品牌將會在他們的手機出品中逐漸淡出 只不過HMD Skyline這部新作 在設計上仍然被人見到一些Nokia舊作的影子 在正面看下去 它放正的機身就有點像Nokia末期的智能手機 HMD Skyline 裡面用的處理器 都只是中階的Qualcomm Snapdragon 7S Gen 2 相機配置方面 就有市場已經出現幾年的1.08億像素主鏡頭 5000萬像素長焦鏡 和1300萬像素廣角鏡 規格不算特別吸引 不過HMD就在設計上走另一個路線 比用家只需要拎開一顆螺絲 就可以輕易拆開背蓋換電換零件 所以近期與HMD展開合作關係的維修網站 對於Skyline都給了9分的維修分數 HMD Skyline的光外售價是500美元 即是大約$3900港幣 以這個規格來說 性價比不算特別高 不過樣子那麼像Nokia N9 又可以方便維修 似乎耐用到可以玩多幾年 不知道各位又覺得這個價值不值呢? 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印象 記得Dyson在2022年的時候 推出過一款 有空氣過濾功能的 頭戴式無線耳機Dyson Song呢? 當年Dyson Song就憑著出眾的外形 和前衛的設計成為一時熱話 但當大家以為Dyson的音響產品 佔高一段落之際 早幾天他們就發佈了 新一款無線頭戴式耳機 Dyson Entrette Entrette的定位是一款 正常的頭戴式降噪耳機 不會像Dyson Song那樣 有空氣過濾功能 Entrette搭載了40mm鋁合金單元 可以有6Hz至21,000Hz的分析力 加上耳罩外殼設計 亦配合耳朵傾斜13度 令高、中、低音都可以清晰地呈現出來 另外耳機亦支援主動降噪 利用8個主動降噪收音咪 加上降噪個人化演算法 可以實現最高40dB的主動降噪 Entrette耳機最大的亮點 就是可以自定耳罩和耳墊的設計 用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選擇 不同材質和顏色的耳墊 Dyson提供過百種選擇 令耳機增加個性化元素 每位用家都可以擁有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耳機 耳機續航力方面 即使開著ANC的情況下 都可以提供55小時的播放時間 而Entrette的耳機售價賣多少 Dyson就說要等到8月才正式公佈了 不過Entrette的推出 相信都會在頭戴式耳機市場上引來空洞 不知大家又怎樣看這隻耳機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談談 書展是今個星期正式開落了 除了實體書有優惠之外 近年都幾受歡迎的e-ink電子書閱讀器 都有不少型號做書展優惠 而消委會在今期的選擇月康 不單止評測進裝水 還發佈了一份e-ink reader 的測試報告 消委會的報告入面 就囊括了12部不同型號的e-ink reader 比較有趣的是 即使市面上已經有很多彩色機選擇的情況下 這12部機除了一部之外 全部都是黑白螢幕的機種 而且樂天Cobo和Amazon Kendo 兩個系列就足足佔了8個名額 其中Cobo還拿了第1、2名 先撇開型號選擇的問題 消委會的評分準則都一如以往地 分了很多不同類別 有講工藝 功能多元性 看得舒不舒服 只不過有些細分項 就會明顯影響特定reader的排名 例如在報告入面 包括Lenovo Yoga Paper和Remarkable Tool 就是因為沒有預設電子書成 所以載入電子書的分數 只是分別得到1.5分和1分 間接影響了它們的排名 另一方面 今次報告的重點都很明顯放在單一的閱讀用途上 所以螢幕較小 機身較輕的10吋以下機種 就全部拿高分些 10吋以上的機型就被人說是笨重 但又沒有一項評分去提及這類大些的機型 可以提供到甚麼額外功能 例如手寫筆的效果是怎樣 所以整個評測報告就好像在告訴大家 E-Ink Reader是越細越好感 如果覺得消委會的報告不夠全面 我們近期都有一條影片是講E-Ink Reader 當中就提及了不同新型的彩色螢幕機種 也有講到購買這類型Reader的注意事項 各位有興趣的話就可以按到右上角條link看看 在Android機每部都說用80W、100W充電的時候 iPhone充電都算出了名相對比較慢 就算是最新的iPhone 15 Pro 最高都只是支援27W有線充電 但最近就有消息傳出 Apple未來推出的iPhone 16 將會支持更強的充電水平 充電時間有望加快一半 據說iPhone 16系列將會搭載全新快充技術 支援40W有線充電和20W無線充電 對比現在iPhone 15 Pro系列 足足有48%提升 消息還說 新款的充電器將會與iPhone 16一起推出 確保用家可以充分利用到快充功能 不過其實市場上的Android旗艦機型 很多都已經支援更加高功率的快充 例如小米前幾年已經玩120W快充 20分鐘由零充到滿 Apple擠牙膏式的更新 大家又收不收貨呢? 不過說開又說 快速充電帶來的安全問題和電池老化問題 近年都有不少人關心 向來穩陣的Apple在這方面推進比較緩慢 其實都算是意料之中的事 近年大家用伯特通或者信用卡 都開始習慣了拿手機出來 嘟一嘟就可以 其實除此之外 Apple Wallet和Google Wallet 早年亦都可以給用戶 儲存登機證和車票這類型的資料 不過有消息指 來近Google Wallet 還可以支援更多文件的儲存 包括身份證、會員卡 將來出街可能一張卡都不用帶 即將推出的Google Wallet 功能叫做Everything Else 可以用來掃描和儲存 不同文件和通行證的數碼副本 雖然未正式實裝 但日前就有外媒在Google Wallet的 APK裡面拆解到相關介面 讓我們預先了解到這個功能是怎樣運作 Everything Else這一個功能 會自動識別掃描文件的類型 好像是護照、會員卡、保險卡等 還會懂得自己分類儲存 如果自動識別不到 用戶只要手動輸入相關資料就可以 在掃描文件之後 會將這些文件分類成普通文件和私密文件 學生證和卡片這些就屬於普通文件 不會有特殊的安全措施 駕駛執照和身份證就屬於私密文件 需要深密認證 好像是指紋或是面部掃描才可以access到 保障用戶的資料安全 這個功能早在今年6月Google I.O. 時已經預告過 而新版本的APK裡面可以找到 就意味著Everything Else這一個功能很快推出 但值得留意的是 先不說這個功能推出時支援什麼卡種 有沒有地區限制等等 不同國家和地區對於數碼版證件的認受性 都不一樣 例如早前中國已經有微信身份證 美國就可以讓市民將駕駛執照擺入手機 但香港用戶在這方面的配套就少些了 出街依然都要帶著一張身份證 不知道Everything Else這一個功能推出之後 香港政府會否考慮跟進呢? 今集Price Weekly就來到這裏 你們最喜歡哪條新聞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按旁邊的鐘啦 拜拜